1995年一部以伊波拉病毒为主题的电影Outbreak 让大家对当时在非洲肆虐的伊波拉病毒留下深刻的恐怖印象 如今非洲西部地区数个月前再度爆发伊波拉疫情 导致600多人丧生 一名美国籍医护人员在同住家人返回美国后才发现受到感染 让外界纷纷担心病毒可能会蔓延到非洲以外的国家 1976年伊波拉病毒在刚果伊波拉河爆发之后以当地地名命名 伊波拉是人畜共同病毒 一般借由体液、血液、皮肤等接触感染 现在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果物是病毒的元素主 伊波拉病毒被列为生物安全第四级病毒 曾一度被考虑用作生物武器 病毒从最初感染到出现病征 潜伏期有两天到21天不等 受感染的人接受检疫时可能未出现病征 早期征状包括发烧、头痛、腹痛、上吐下泻和身体虚弱 目前对人类没有有效的疫苗 染病后的死亡率达90% 一、避免接触或使用果服、猿猴等野生动物 二、避免直接接触被感染者或其私体之、血液、分泌物、器官、精液或可能被污染的环境 1997年时,菲律宾曾出现过伊波拉病毒 当时菲律宾政府下令大举铺杀猴子 虽然大马远在伊波拉疫区 但有关当局包括卫生部和机场检查措施不可轻忽 必须警惕防堵伊波拉蔓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